宝贝们,你快来看一下第六道题目,看图写算式。 诶,这个图已经出现了,看到这个图,你能不能试着来编一道问题呢? 没问题吧?好的,问号的地方问的是什么呀? 左边有这么多桃,右边有这么多苹果想问的是,你共有多少水果吧,对吧? 没长得好,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,这一道题,知道了,部分,想让我去求总数,请问用什么方法? 当然是加法,好了,那我来看一下,左边这个桃子有多少个啊,数数吧,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个,对吧? 好,那右边这个苹果呢,哦,有六个,所以我们的算式出来了,可以是八加六,请问你会算吗? 破十法还是凑十法呀? 当然是凑十法,非常的好,可以帮助你来解答呀。 来,见到八,我会想到二,那么六可以拆成二加四,八加二等于十,十加四等于十四,对吧? 嘿,所以我们小朋友头脑当中一定要特别的清楚,减法当中是破十法,而加法里面我们可就是凑十法,千万不要混淆。 好啦,这道题你当然可以这样去写,我要咱们俩换个个儿,是不是也可以啊? 没错,当然可以,那你来看一下吧,这道题我既可以这样去写,也可以这样去写,怎么样?你做对了吗? 接下来,你快来看一下第二道小题。 第二道小题注意了,告诉你一共有十条鱼,没错。 那,这边很显然有两条,想问的是,蓝中到底有多少条鱼呢? 知道了什么? 知道了这个十条,叫做总体,非常好,或者说总数了。 知道总数,又知道一部分想求,另外一部分是多少,对不对? 那我们可以用什么方法呀?真棒,当然是减法。 知道了总数,你又知道了一部分,那我就用十怎样,剪掉二就可以了。 赶紧想一想,二的好朋友是谁呀? 八了,所以这道题口算就能够得到答案吧。 好,来看一下,本题考点仍然是看图列算式,注意了,思路特别的清楚,好了,直接可以这样得到了。 怎么样,这两道小题,你做对了吗? 下面,继续来看一下第三道题目。 好家伙,给了我们这一个图,你能明白他问的什么问题吗? 一共来了十四框番茄在这里,运走七框,看这儿,还有多少框没运走? 简单吧,怎么列算式呀? 知道了,总数,你又知道了一部分,先确定一下我们的符号,应该是减号,很好。 那再来,谁选谁呀? 总数减去这部分吧,所以,注意了,来,我们的解答过程,十四点七等于七框。 以上呀,希望我们小朋友一定要熟悉,什么时候用加法,什么时候要用减法。 一块来看一下,石老师点金,注意,加法,什么时候去用啊? 一只部分求总数的时候,我们就用加法。 那,当你知道总数想求一部分的时候,别忘记,此时就要用减法啦。